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那今天呢 外面的天氣非常冷 22度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们今天要去清浦 看一下到底点灯的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今天有这个屋主网友 他愿意提供他们家的顶楼 让三人哥上去拍一下这周遭 假设你家是住在一些新的重画区 被讲成是鬼城的呢 欢迎跟我联络 我们可以到你们家的顶楼 看一下这周遭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鬼城哦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这个清浦高铁特区的某一栋大楼里面 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离高铁特区 高铁站很近几百公尺而已 我们就来看看 等一下就直接到顶楼去看看 这个房子 这附近房子的入住率 还有点灯的状况 好 我们现在就直接上去咯 现在已经到了某一栋大楼 清浦高铁特区的某一栋大楼里面 现在在顶楼 我们直接出来看一下 那为什么要到顶楼看呢 因为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 有某些名嘴 一天到晚在讲说 某些重画区或某些特区 就是鬼城 野口比人多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实际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大概距离高铁站 桃园高铁站大概900公尺到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某一栋大楼的顶楼 我们就带大家东西南北各拍几个画面给大家看 大家自己去斟酌或者是评断一下 到底这里的入住率还有点灯率 是不是叫做鬼城 我们先往东边看过去 这里是清浦往东 前面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里是大江国际购物中心 再看一下 可能比较模糊一点 这样也比较不会违反这个头拍 大家可以看 这一栋不知道什么大楼 它的点灯率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应该逃生口 应该每一栋都亮 每一层都亮着 应该不是真正的住户 但是往这边看的话 这边应该是客厅 所以往这边看大概有 这一栋大概有两三层的点灯率吧 那这边就比较高一点 从上面到下面绕一圈给大家看 那远处这里有另外一栋 这一栋感觉就比较亮一点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整个画质好像还好 看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网东 网东就是离高铁特区比较远的地方 旁边这一栋是宜城的建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宜城 国圃 其实每一 每一层楼几乎都已经点灯了 每一层楼都点灯了 隔壁洞比较少一点 但是这有可能是上下班的时间不一样 我相信这隔壁洞如果说每一层楼都点灯了 那这一栋应该不会差异太大 大概是这样 这是往东面看过去的样子 那我们往这个角度看过去 是一些比较属于透天形的案子 那我们去南面看 然后我们现在往南面看过去 有看到这一栋打楼 有没有 这不知道是景观灯还是实际的灯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入住率是怎么样 当然每个人下班的时间不太一样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晚上大概七点半到八点左右 然后现在看到旁边这一栋 这一栋的入住率就比较高了 这一栋 看到客厅几乎每一层楼都点灯了 那右边这一栋好像比较 顶楼两户都已经点灯了 那隔壁这个是保家的案子 我们光看这一栋 几乎每一层楼都亮了 几乎啦 几乎从这边往下看 低楼层的一二楼是 二楼跟三楼没有人 没有住以外 那旁边这也是 我们这不是偷拍啦 我们真的是 画质这么烂 你没办法偷拍 但是就是 看起来好像隔壁这一栋 入住率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再看远一点 哇这边 大概是这个样子 哇也是五光十色 这边是南面目前看过去 一点点的状况 我们再去另外一边看 朝西南边看过去 大家已经看完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东南边 东南边看过去 其实这些建案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案子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主要是要看它的点灯率 你看这个 大概入住率也有六成以上 点灯 我现在说这个时间点的点灯率 并不是说入住率 也许大家还没回家 那这个 这一栋比较模糊的 这个是造型灯 还是说是真的亮 然后远远的这边 往西南边看过去 这个点灯率很高 这一栋高的 A19好像 还在过去一栋 那可能还是A18 这边 所以这一栋 那一栋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 总之是A18 高铁站旁边的案子就对了 那A19还在过去 A19更远 所以这个也是在高铁特区里面 应该在清浦郭小船 OK 那我们再往 这个西边看过去 这边这一栋 几乎也全部都住满 这一栋呢 我们这样看 也几乎每一栋 每一层都有住人 哇 我们刚看的这个地方 就是明日苑 感觉入住率很高 那个是照明灯还是 还是实际有人开灯 我们这样看不出来 然后这一栋呢 感觉也是 早期的建案 早期的建案 这边是水利大楼 目前也都还没有用 这边是中越 因为中越一户都是两三千万 起跳 所以豪宅入住率比较少 大概只有几户 灯有亮的样子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一栋 这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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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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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这个是客厅 这个都是亮的 这只是 有没有 有没有 看到我们在偷拍 还好 真的很模糊 手机不能买太好了 大概目前看到 这个西面的状况是这样 那我们再往那个角度看过去 那刚刚讲 这是核林 几乎也都有人入住了 那这边这个是 大木深月 大木深月 其实它卖的也非常 差不多 几乎每一户都有住人 这个入住率怎么那么高 它比较便宜 它比较便宜 27万 27万算比较便宜就对 因为它前面的都30万 那它这个旁边 这个是保家的是吗 保家 比较矮这个 这个好像 就比较少 灯比较少开 那天字幕要去前面公园拍 因为后面是后阳台 它们都是面前面 OK 对 这边的案子都是面前面的 不可能是面前面 所以它们都是面公园 那这边呢 大家有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IKEA 这地方就IKEA 所以呢 可能IKEA旁边还有很多案子 我们现在等于是在高铁站的前站这边 等于是东侧的部分拍 大概带大家绕一圈 哇 现在又开始下起雨了 奇怪 每次要拍这种夜景的时候 这点灯率的时候 就一直下雨 我们本来是要骑着U-bike到附近 或者是开车到A19去看一下 到底这个两边 整个青浦特区的点灯率怎么样 可是下雨天没办法 下次咧 我们下次再带大家去绕一下 到底实际的状况 大家这样 刚刚这样看下来 在整个青浦高铁站的前站 其实这里大概离那边大概几百公尺而已 离青浦高铁站的前站大概几百公尺而已 这样子的整个入住率 大家自己去斟酌一下 我们不用这个什么有的没的数据来举例 我们讲的是实际在这边入住 不管是这个地方的生活机能 或者是整个点灯率 我们实际带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的天候实在是很不好 然后我们两个 我跟屋主要被锁在顶楼 怎么会这样子 现在大楼管理得非常严格 你不要随便跑到顶楼去 你真的被锁起来不知道 OK 那我们下次 机会再带大家去A19 或者是A18的前面去绕一下 让大家知道说 这边实际的状况怎么样 绝对不是在网路上 或在电视上 讲一讲 随便讲一讲 用想那种感觉 实际到现场来看一下 就知道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Tony 谢了 拜拜 你都看完了 还不赶快订阅 赶快订阅吧 本节目是由张首安医师团队 小星星讲制作 有任何减肥问题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